刚才提醒才知道 原来这一段话这么样的一个重要 这个是像媒体传出来说 他跟他朋友的一个对话 对话里面他讲说 记者会开了 去告会计师让整个事情 变得无法收拾 怎么变得无法收拾呢 因为这是一个关键 他说现在竞选总部跟MOOC的账簿 都还在调查局 后面还会有事的 我的意思是 最惨的还没有开始出现 搞了半天 对他来讲 最惨的不是进化城 最惨的不是北市科 最惨的也不是果菜市场 最惨的是 我这些账簿在调查局 是 保夹哥 事实上我们其实 之前有讨论过 从3月 4月 5月 你会发现 不管是台志光 然后金华城 这些题目 我们其实都有讨论过 结果感觉上 他好像老行宰宰 一直到8月6号 开始丢出监察院 就是说他的一些账簿 一团乱有问题 然后木可公司 感觉上有非常多的账簿 感觉上跟镜总里面有一些 不正常 因不能讲不正常 就是说有过度被 掏空到 从镜总那边掏空 钱却到木可这状况 后来整件事情之后才发现 越好像如滚雪球 发生越来越严重 后来检调开始进行搜索之后 你就会发现 好像整起事件 烧到抓到 他们的一个核心 所以后来你就会发现 整件事情都开始不对 还有刚刚提到的 我们最新服出来的那一个 邵 邵秀佩 邵秀佩 他哪里什么时候出国 8月中出国 所以你就会发现是 感觉上一直整个账 查到了监察院 查到了木可 似乎之前所有的一个 不清楚 有一些官商勾结的一个金流 才有了一个勾计 你说那个断点接起来了 对好像断点才接起来 而且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说他们的一个进总总共大概有快两三亿的一个捐款 是什么 是现金捐款 大家说怎么可能你有938全部都现金 你的知识者都年轻人 为什么都是用现金捐款 他们才说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勾勒错了 第二件事情 其中竟然有9万多笔是个人跟匿名的一个捐款 这个金额也高达2亿多 这么高 而且你有没有记得金华城是不是据说外传有一个一两亿的一个公关费 现在也下落不明 对喔 然后你就会发现 他这些失去的钱跟这一边出现的钱 而且都用不寻常用所谓的个人跟匿名 他现在出来说 我们勾错了 我们其实是用所谓的汇款 那到底哪一些比例是汇款 多少钱是汇款 多少金额又是所谓的一个现金 他到目前为止也都讲不清楚 然后再来 为什么你所有的钱都要从进总这边出 然后白白的让木可赚了这么多 但是你却不去在意说 整个账有两三千万的一个缺口 他现在感觉上也没有去检讨这些事情 所以会让人家觉得柯文哲跟木可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一直到现在 他从来都没有说清楚过 所以人家就才会怀疑就是说 是不是很多现在所谓的不明资金跟金流 都跟木可关系牵上连线 而且可以直接汇款到柯文哲的账户里面就是两种钱 一个是木可的钱 一个是竞选补助款 代表木可的钱它是直接收的 木可的钱是直接收的 而且事实上大家也在讨论 之前他不是说没有啦 我们那个木可呢 其实那个金总要汇给他一千五百万 但是呢事实上我们只要汇几%几% 但是他从来都不讲 到目前为止也没讲 木可公司到底赚多少钱 没有 没有人讲 没有人知道 木可公司到底多少钱不知道 木可公司到底有多少钱不知道 木可公司的股东是谁不知道 木可公司到底是不是 李文娟跟李文中他们两姐妹 100%持有的也没有人知道 所以现在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 感觉上所有东西 你就会发现这边有一笔钱在那里 这边有一笔钱不知道谁来的 但这个公司这个中间的关系 好像都跟木可有点千丝万缕 这也是为什么 其实你说柯文哲被问了13个小时 后来突然转到金黄层之后 就直接不愿意再继续谈下去 有人就说 是不是问到了一个关键点 而这个关键点 是他不愿意去回答 或者是说 因为他担心 他如果回答这个问题 有可能不小心 就讲出了真正的一个秘密 所以他才会用翻桌的 binder的方式 来进行一个断点 所以木道 这就像一个拼图 这个拼图看起来 柯文哲本来以为说 他逃鬼先就鬼 本来以为是他的五宝智慧 是没事了 看起来麻烦大了 现在这个犯罪的结构 我给大家补充一下 他有上中下三层 第一层就是小沈 对柯皮 然后对黄珊珊 这三个 这三个的交往 最高层的 然后再交办彭震生 彭震生都委会的主委的力量 再来交代这个所谓的邵秀佩 那邵秀佩跟谁对口呢 就刚刚 就刚刚这个 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 就跟吴顺明 吴顺明 吴顺明是都发局的副总工程师退休 那邵秀佩是都发局的总工程师 对 他们有前后任的这种同事关系 那吴顺明退休之后去哪里呢 到中工去了 他先到中工上面 去中工啊 对 但印的名片呢 印的是印小薇的名片 所以印小薇在场面上 召集会议 其实在中工这边内行的人是谁 吴顺明 所以吴顺明跟邵秀佩两个对口 那邵秀佩听这个彭正生的话 彭正生听这个柯文哲的话 结果两个月前嘛 两个月前 黄珊珊就召集了一个创共会议嘛 就把这个 就把这个彭正生找到他的人爱路律师楼嘛 到律师楼开会的时候呢 那柯文哲派了谁去呢 派了周雨秀去开会吧 所以在那个开会之后 在接受北俭的采访 北俭的这个征询嘛 征询出来之后 所以本来的期待 昨天要押 北俭要押这个柯文哲 最重要的一个人是谁 就彭正生啊 彭正生只要咬死 咬死他的话 昨天柯文哲受押嘛 对 那昨天为什么突然间彭正生不咬 为什么 就是这个黄珊珊运作成功了嘛 就昨天开始就松口了嘛 为什么柯P那么有把握嘛 他一直讲一句话 你拿什么证据来证明 你要搜索我 他这句话很硬耶 你怎么知道 因为彭正生已经返水了 彭正生不咬他了嘛 所以才搞到北俭火大 把彭正生收押起来嘛 彭正生到现在没有认罪哦 对 所以今天如果赵秀佩出来 咬到彭正生的话 彭正生就惨了嘛 明知违法嘛 对 因为彭 我刚刚讲了嘛 彭正生 所以这次就主牌 赵秀佩 赵秀佩 跟吴顺明 跟印小威 跟这个 跟沈信金 这是一条线嘛 这是对口一条线 你看到没有 因为没有赵秀佩这种高手 跟吴顺明这种懂法律的人 搞不出这个案子啊 小沈只会喝酒唱歌而已嘛 印小威根本屁都不懂啊 我跟他熟得很啊 这个吴顺明是高手 副总工程师 公务员几十年 对 退休 他退休 他不能去 他不能去别的 他不能把名字挂在中宫啊 所以他把名字挂在印小威那边嘛 所以潜伏 用印小威的名目嘛 然后顺便 有没有做公关 有 当然就有嘛 所以吴顺明有做公关的任务 那吴顺明就跟 邵秀佩是对口单位 他们两方的专业的合作 才会创造出来这个 所谓的自创容积率 又似乎合法的架构 这怎么办 是要玩出来的嘛 那这个 这个彭正生跑到了 关键就是彭正生 跑到了这个 这个 这个黄珊珊的律师楼去的时候 对 黄珊珊 我想也知道 我猜也知道嘛 黄珊珊跟他讲嘛 你如果咬下去的话 你自己先中嘛 对耶 他中的话 他免刑的话 他只能自白 只能免二分之一嘛 也就是说 如果我要打一个 无罪的官司 我去咬了柯文哲 我咬了柯文哲 就代表 我是乘上自命 我就承认 我做了违法的事情了 他只能够减二分之一的刑期 没有办法全免 所以 那北减也没有办法 给他全免 这全部豁免的话 是另外一个问题啊 所以彭正生不得不 觉得一定要把他收押嘛 所以收押以后 彭正生就会反水 因为彭正生想要打无罪官司嘛 对 彭正生昨天想法是拼无罪 但是拼无罪 所以那就不会去咬 不会认罪 对 不认罪 就放掉了柯文哲了嘛 因为有柯文哲 咬进来的话 就是柯文哲指示嘛 对 柯文哲指示 你做一个违法的事情 这个逻辑就串起来了 柯文哲受押 这个很简单的道理 那谁教他这个东西的 谁教的嘛 谁教的 他们就串供嘛 我讲的很简单嘛 你跑到 跑到黄珊珊的办公室 的律师头去干什么 黄珊珊昨天为什么那么积极 对 这整个串田 还有一个你不觉得 中央党部开门是谁开门的 黄珊珊开门的 不开门 不开门不就没事了吗 不开门 徐浦开门 是黄珊珊打电话叫的吧 徐浦开门 那九点钟为什么不开门 他们公司 他们不是七点半 七点半上班 为什么七点半没有 不开门 为什么不开门 当然是主席交代不准开门啊 就不开门嘛 不开门你怎么办 如果我是民众党 老子昨天就不开 你怎么收 他敢撞门进去啊 乖乖的 北姐摸摸鼻子回家嘛 你够肿就跟他赌啊 黄珊珊为什么叫他开门 为什么 配合嘛 那黄珊珊就是保持关系好啊 所以马上要开门 我五指甲就绝对不开 你北姐冲进来看看 对不对 所以这整个行为 整个东西是有一个 一只手在推动的嘛 那这个土包子的黄振生 还企图想要去拼无罪 但是我刚才大家讲的好消息 我刚刚御风兄请教过了 御风给我的概念 任何人收押以后的第一个概念 就放弃拼无罪了 拼交保 拼交保 他要拼交保 因为太痛苦了 所以两个礼拜之内 彭震生交保 都要拼交保 沈青基要拼交保 好几个大鲨鱼啊 要来咬柯文哲 柯文哲一定收押嘛 重罪 而且变更法条 都贪污自罪条例第四条 知道什么 就是取贿若罪嘛 然后今天我认为 邵秀佩应该要收押 会吗 因为他跟吴穗明两个是对口的啊 他不收押他的话两个怎么对 所以你收押了吴穗明 就会收押邵秀佩 两个是同样道理嘛 等样的嘛 两个不同 它是不同边嘛 对 他们两个操作是合作关系的 所以他的口供要跟吴穗明口供搭上嘛 在整个细节 整个操作细节 就会知道 哦 是这样子的一个交代流程 才创这个 因为这个违法的事件 是如何创造出来的 是他们两个专家创造出来的 那是谁指示的 高层指示 那要咬 咬到柯文哲 柯文哲就中了 好 玉否 是 所以今天这个邵秀佩 是拼图非常重要的一块 其实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像吴董讲的 他跟吴顺明之间来讲的话 他们以前都是督发局的 你督发局那么多的工程师 那么多的公务人员 你可以做到副总工程师 做到总工程师 然后呢 你退休之后呢 跑去中工 然后呢 你中工下面子公司的 孙公司的钱 然后再在应小微的办公室里面 挂一个无几值的顾问 这像什么 像吴间道 他就是知道说 我要用工程师来对付工程师 然后呢 他们跟这个邵秀佩 跟吴顺明之间 还有同时间来一个 长官跟属下的一个关系 如果在这方面 把他兜起来之后呢 那这个拼图就完整了 可是 重点还是要回到柯文哲啦 因为这些重点来讲的话 只要讲一个重点 难道 这些工程师 督发局跟督委会 弄一弄 你柯文哲都不知道 这个显不合理嘛 所以呢 这个邵秀佩 如果真的有被强制处分的话 进去之后 一定有人软脚 软脚之后呢 大概就有机会 有线头 把这案子给勾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